- 大家好,我是龍老師,我們今天又邀請到我們的黃老師,我們上次聊選舉,就是這一次的126地方大選,上次聊完了苗栗縣的部分,接下來我們從中台灣再往下來繼續來分析一下,根據小立元教授所的預測,以這個為根基的我們來探討一下。 那其實我是說實在,台中市是不是可以,幾乎是可以不用講的,就是蔡其昌跟盧秀燕,那這裡小立元教授他是直接畫兩個圈圈,兩個圈圈就是基本上就篤定當選,那老師覺得是有聽到一些耳語,所以會覺得說蔡其昌有反盤的可能,但是實際上以我們的觀察跟長期的民調這樣子來看,我還是覺得盧秀燕當選的機率, 才是非常高的,幾乎可以說有篤定當選。 是啊,根本就是,因為說實在的,他的民調大概有差到將近30%啦,就是20%到30%,那真的投出來會不會到20%到30%?可能比較難一點,但是就是如果以... 但是老師你要小心喔,因為今天我們的錄影時間是11月,今天是幾號呢? 對對對,是選前10天不能談民調,不能談民調數字 我必須要說的是,除了這個之外還有呢,我們今天的錄影時間呢,是晴天,外面算是晴天陰天之間,可是往後的三天,四天會下雨 那會下雨會不會去影響到一些比較溫和派的支持的投票的機率? 那這個就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對於一些緊張區域來說的話,可能這場雨會決定一些地方的命運 對,因為下雨的話就是,基本上就是鐵票是一定會出來投 然後比較不利的就是,你是靠一些比如說中間選民 然後這些就是可有可無,他可以投也可以不投這樣子的人 那所以說,對於一般來講,天氣不好會對那個組織票會比較有利 因為現在禮拜,因為今天是禮拜一嘛 那往後的這幾天,明天會下雨,明天會開始下 那會不會下到週六,這個我知道會下到週五,因為氣象預報就說 這個可能是個很需要知道的問題 會在一些關鍵的區域,就是已經到兩三趴那種關鍵緊張的區域會有差 那接下來是彰化縣,就是民進黨的黃秀芳跟國民黨的王惠美 那這裡呢,那個小林遠老師也是打兩個圈圈啦 那王惠美應該也是篤定黨選 那老師你覺得? 張化的選情目前看也是蠻穩定的 對 站在國民黨的立場 我說實在的,然後黃秀芳的這個知名度也真的是稍微比較差一點 在這場選戰之前,我是真的比較沒有聽過這個黃秀芳這個 他是立法委員啦 之前的立法,立委 然後呢,這次出來挑戰縣長 那目前看起來也是機會不高 王惠美當選,篤定當選的機率也很高 那接下來就是有關於南投縣 南投縣呢,民進黨的蔡培惠跟國民黨的許淑華 許淑華大家應該印象蠻深刻的 之前那個在幫韓國瑜造詩的時候 穿那個神力女超人的那個裝扮的 那這次出來挑戰南投縣長 老師你覺得? 對,目前其實在蔡培惠陣營呢 有對這個許淑華呢,有提出過好幾次 類似說許淑華本身的一些留言,論文,殺石這些東西 但是似乎許淑華的聲勢並沒有受到這些的影響 你沒有發現到他沒有發酵 他沒有像新竹的這樣的一個事情 這樣的一個發酵 那這兩件事情很明顯的 你沒有中錯 這個完全沒有錯傷這個許淑華 那基本上機會有得到 然後再來就是南投縣其實一直以來都是 國民黨算是鐵票區了啦 所以說許淑華能夠輸的機率也是很低很低 那接下來就是有關於雲利縣 雲利縣是由民進黨的劉建國跟國民黨的張立善 這個張家班在雲林縣也是耕耘非常久 那這裡小立元教授也是打兩個圈圈啦 那老師您的感覺? 雲林挺特別的地方 雲林本身他們在綠營 他們有時候在綠營選舉的時候 雲林縣綠營會大勝 然後有的時候代表其實 這個代表國民黨陣營的張家的系統又會大勝 所以其實我認為雲林本身他們在投票的政黨的傾向 沒有那麼明確 他們是農民的傾向 而非政黨傾向 就是說你今天我這個農民有沒有被照顧到 如果我這個農民今天覺得說 有被照顧到的一個情況 或者是說其實這個... 你有沒有給我一些實質上的好處 應該這樣講 我這麼說 中國本身他現在在對台灣 進行一些農產品的一個 殺傷的一個情況下 我們很多東西出口 出口不了中國大陸 那這些農民他們會怎麼想? 那當然農民當然就會去 把票做一個怎麼樣的一個 他們其實比較屬於個人看法啦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張家斑雖然之前有 就是一些比較 比如說不好的紀錄啦 那可是呢 張立善的確是跟他爸 已經走出了一個不同的路了 他哥哥 他哥哥 爸爸 張榮衛是哥哥 那個張家俊才是妹妹 哦 了解了解了 張家俊才是女兒 女兒 所以張立善是他妹妹 但是張家俊呢 上次是選輸的 他上次選舉是選輸的 是 那張立善就是妹妹啦 妹妹的這個形象 其實比他哥哥其實好蠻多的 是 好蠻多的 然後目前看起來也是 穩定性很高啦 主要還是看你農民的看法是如何 對 農民的看法 覺得你好不好啊 這樣子 你有沒有照顧到他們 好 那接下來呢 就是嘉義縣長的選舉 就是翁張良呢 民主黨的翁張良對上 國民黨的這個王玉敏 那這裡呢 這個 那個 小立善老師這裡是 翁張良是直接打兩個圈圈啊 就是 基本上就是穩上的 那 嘉義縣就是我直接講好了 因為我改語人嘛 對吧 那就是基本上翁張良應該是穩上的 因為 基本上就是 呃 民主黨在嘉義縣就是靠 陳明文系統 那陳明文系統就是 大家也知道嘉義王嘛 對不對 嘉義基本上 他的那個鐵票抓得非常之穩 根基穩到一個 根本無法撼動的程度 然後再加上翁張良的這幾年來的 這個施政呢 也的確是做得還不錯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這個王玉敏 這個 臨時來的 就是有點空降進來的 那你基本上就是 來這邊應該是完全沒有機會 他是犧牲打 不要說犧牲打 我個人的看法 至少來當一下 做一個知名度吧 是 但是就是基本上 他們已經知道這個 而且我們從新聞來看 翁張良 似乎沒有做錯任何事情 對沒有一些 比如說 很大的事情 議案啊 對 那嘉義縣基本上也是 翁張良應該是穩上 那接下來是嘉義市的一個選舉 那嘉義市選舉呢 這次就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有那個 市長的候選人在競選期間過世 過世是 應該是生病 生病 那我們的這個 這個 選舉選霸法裡面有一個 叫做 防暗殺條款 就是說 如果說有那個候選人 在這個 競選過程裡面過世 不管他是 真的被暗殺啦 或者是 就是說他真的是 生病還怎樣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暫停選舉 然後變成現在改 改期 就是改到12月18號來投票 那 其實我 因為我本身就是嘉義市市民嘛 來講的話 其實黃炳慧應該是 還是穩上的 只是就是改成12月18號的話 他的那個不確定性 稍微會有一點 因為到時候就是 因為大家知道 到時候就是整個全國的關注 就是在那個 就是在嘉義市 而且大家也很清楚 民進黨他們在側翼 還有我們講的 宣傳戰方面 還有這個政府司法的這種 調查的這種厲害 但如果說 全部的那個 到時候全部的力量 去打一個嘉義市的話 但我還是覺得 黃炳慧應該會上 因為我說實在的就是 但是老師 你看 顏寬可能怎麼翻車的 對 可是顏寬 畢竟還是有 他爸爸這樣子的一個包袱在 可是我說實在 黃炳慧 他是 在嘉義市的這個形象 我說實在的 在嘉義市其實很多淺綠都投他 另一個媽媽市長的概念 對 很多淺綠都投他 就是 我給他一個形容詞 就是 他是最不像 國民黨的國民黨 對 所以說 他在嘉義其實是 連淺綠都會投他的那一種 除了你就深綠 深綠都沒話講 那連淺綠都會投他的 然後再加上這幾年來 你看嘉義市也沒有什麼 弊案啊 對 然後那個 各項建設發展也都是 很順利的這樣子進行 觀光景點也多了好幾個 我自己有兩個禮拜會去一次嘉義 對 所以說現在 其實 說實在的 黃米慧要能夠落選的幾率還是很低啦 那李俊逸的話呢 之前呢 就是 我記得他之前是立委啦 對 但是立委 然後呢 可是 後來就是 怎麼講 後來就是 美選上嘛 美選上之後 跟王惠美的關係 其實有點不太好 現在可能有好了 我不知道 王惠美是現任的立委 現在立委 然後就是 當時候就是初選 初選輸大 然後這次就是李俊 其實我說實在 王惠美其實 王... 王...王美慧還是王惠美啊 王惠美好像是... 王惠美是彰化現場 王美慧王美慧 王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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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美慧就是有點容易弄錯 王美慧其實算蠻聰明的 因為他知道 那個... 王美慧是硬骨頭 所以說呢 他應該是要等他卸任之後再選 他選上的機率他會很高 所以說他這一次就先給李俊宇來選 這樣 有點像犧牲黨那種感覺 所以說 王美慧的確 國民黨如果有王美慧再加一次的話 基本上會很穩 可是王美慧也即將... 因為他... 就算再連任也沒辦法再連任了 接下來王美慧的機率就會很大 好 那接下來呢 是台南市的選舉 那這個... 基本上應該也不太用講了吧 是不是 民進黨的黃偉哲跟國民黨的謝榮介 那這裡呢 黃偉哲是畫兩個圈圈 張老師你覺得 謝榮介有任何機會嗎 這次比較值得關注的點是 謝榮介到底能拿到多少票 他的輸贏已經不是重點了 對... 你輸少其實就是贏的啦 你要看他能夠拿多少票 因為人生就是這樣 就是 就好像這次的拜登有沒有 就是 大家都覺得你會大輸 結果你小輸而已 欸 小輸就是贏了 對對對 然後如果說謝榮介大家都覺得說 你一定會輸 比如說20%以上 30%以上 欸結果你那個輸10% 像2014年的劉錫坤 拿到只輸2萬 我們也不認為那個叫輸啊 所以說 你如果說輸一點點的話 其實是 後世還是可期 就以謝榮介來說 其實 下一個重點選舉就是2024 那謝榮介能夠在台南 他能夠拿到多少的票 這其實也能夠 可以說是 可以說是呢 就是 動一法而 千一法而動全身 看到一個見為之主 你如果選得好的話 輸入2024的話 其實立委是有機會的 民進黨如果今天在台南選得難看 那我說真的 這算在本命區 本命區重傷也... 不可能輸啦 應該是不可能讓他輸的 是謝榮介能拿多少票 能夠輸多少以內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是高雄市的 陳其邁跟國民黨的... 民黨陳其邁跟國民黨的柯智恩 那這裡小麗媛老師也是 直接打兩個圈圈 黃偉哲 基本上就是... 那個陳其邁基本上就是穩上的 柯智恩的背景跟黃毓民一樣 就是有點空降讓他去選 對不對 然後呢 因為大家已經覺得你選不贏了 但是 至少打個知名度這樣 是 因為我說實在的 陳其邁在這幾年的那個... 施政上來講的話 也是真的用很多的心思下去做 陳其邁他還想要更上層樓啊 當然 他當然高雄是要好好做啊 他跟韓國瑜不一樣啊 韓國瑜太冒進了 如果今天韓國瑜可以好好的把這四年 好好做 那中華民國的國運可能會有不同的方向 是 但是就是因為... 他沒辦法嘛 對 一個錯期下下去之後 其實很多人就說 國民黨在高雄基本上 又要在二十年沒有機會了 柯智恩他這一次也是一樣 跟謝龍介一樣啊 看輸多少的問題 輸少就是贏 輸少就是贏 接下來是屏東縣的選舉 民進黨的周春敏跟國民黨的蘇清泉 那這裡 小立仁老師對周春敏呢 也是畫了兩個圈圈 那老師你的感覺 上次周春敏在選這個初選的時候 民進黨內有兩組人出來跟他競選 對 的確是有一點更烈的感覺 而且有雜音 然後再加上呢 當時候似乎是蘇正清 好像有幫蘇清泉站台的一個委屈 當然後來這個蘇正清是否認 只是這個蠻奇怪的 就會有這樣的一個訊息 這個一定有問題 您懂我意思嗎 就是裡面有一點分裂的意味出現了 對 分裂的意味出現 因為周春敏是現任的這個縣長 就是潘孟安的那個大力推薦 就是簡單來講就是潘孟安用全力把它看起來 那因為這種籤法導致於另外兩個候選人 非常的不高興 就會覺得不滿嘛 就是說要不然大家來公平競爭一下試試看 那結果公平競爭了還是輸了嘛 對不對 周春敏就出現 然後呢 其實蘇清泉我說實在不弱 他的形象也還不錯 是一位醫師 然後呢 也是國民黨的立委啊 對 國民黨的現任立委 然後呢 跟周春敏在選 那基本上 有些俄語說蘇清泉好像聲勢有上來啦 這個我有聽說 對 但是你要到能夠到逆轉的程度 我恐怕是還沒有到 老師你覺得 我覺得 這裡就難 我自己看法是這裡蠻難說的 你覺得有機會就對了 對 因為其實你看屏東 這一次有蠻多的農產品 它其實是重災區 嗯 它是蠻多中共所限制的農產品的重災區 就是ECFA裡面的那個 對 有被影響到 那個什麼什麼魚 石斑魚嗎 對 石斑魚 然後一些 鳳梨啊 鳳梨這些東西 這些的 所以這些農民他們去投票 那屏東本身又以務農的 還有觀光的 是有在一定的比例 那這些人會 那這些人到底會不會把票 會直接說 投給這個國民黨的 這個很難說 所以我自己在看 我不認為說 周春明有這麼樣的一個 穩定的一個把握 但是至少我說 蘇清權如果會輸 他不會輸太多 非常多這樣子 他不會輸很多 如果他輸的話 他不會輸很多 對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把我們的視線 移到我們東台灣 是 宜蘭縣的部分 民進黨的江沖淵 跟國民黨的林芝廟 對 主要是這兩組 那這個就是 小麗園老師呢 在林芝廟這邊 打兩個圈圈 是 就是說林芝廟基本上是穩上的 那老師 您的感覺 因為林芝廟現在它是 最大的問題就是 閉案嘛 對 他有這個被檢調的那個 而且是被起訴 被起訴的這樣的閉案 對 那的確會有些影響 可是呢 後來我發現他們 林芝廟那邊開始走一些 那叫什麼 悲情牌 其實 有被起訴 也是有另外一個牌可以打 這樣 我必須 我必須得說 然後被迫害牌 什麼之類的 我必須得說 你有沒有發現到 高宏安 也是用這一招打他 連林芝廟呢 也是用這一招打他 當然先不論這些人 到底有沒有 但是你會發現到說 民進黨的人 民進黨政府 現在所發動的檢調 他會直接被做為是 所謂的一種 清算 他不是有那種 所謂的司法的一種 我們講的公正性 獨立性跟公正性 當然檢察官本身 他還是歸我們講的行政院 行政院的法務部所管的嘛 那他一定有他的 因為行政院本身是有立場的 那司法院不可以有立場 所以說 我可以用行政的一個部分 用這個東西去 可是其實現在台灣人 台灣的選民 其實現在也 蠻聰明的 一看到這個東西 他不會覺得 喔你有罪 他會覺得說 你喔 又要再使用什麼武器了 所以你自己看一下 高宏安的聲勢 有沒有因為這件事情 有沒有因為檢調的事情 他的民調直接 下滑了很多 沒有 他到現在還是一個 熱門可能當選的人選 對 所以說 就是我們是不願意說 就是檢調被政府控制 我們不這樣子 沒有這樣子講 但是就是 民眾的感覺 對民眾的感覺就是說 你就是用這個來打他嘛 對啊 你就是用這個來打他 然後 尤其是高宏安的部分 就是說你的 他的那個違法事實證 沒有那麼樣的清楚之下 可是你又辦得很快 你這怎麼會那麼快呢 老師我再講一個 我再講一個 我們法律的一個 特別的地方 是 起訴也可以被不起訴啊 但我先起訴你 你就 你就髒了嘛 就起訴 然後有可能會無罪 對不對 有罪有可能無罪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也不是 在幫林子廟說什麼 因為這個 到底有沒有罪 這最後還是要由法官來決定 但是感覺起來宜蘭縣民 比較不在意這個事情 不在意 目前是不在意這個事情 要不然 這個民調或者是 小令人老師的那個 也不會說林子廟 現在是穩定的部分 那我還是必須說啦 很多人都說 奇怪宜蘭縣不是很綠嗎 為什麼現在被國民黨拿走了 其實 跟之前的宜蘭縣長 其實有關係 就是之前在宜蘭縣 然後你看到處都在 蓋那些豪宅 豪宅農舍嘛 對不對 然後呢 又在那邊 各種的那種 過例啊 我就直接講一句有趣的 就說 你在十年前去南方澳吃海產 跟你現在去南方澳吃海產 你感受怎麼樣 你是宜蘭人 你覺得那個物價的感受 你覺得如何 對 就是整個被那個草地皮 整個都炒起來了 對 草地皮炒起來 然後豪華農舍 又增加了大家的那個叫什麼 就是 就是覺得說 哇 怎麼會 貧富差距感整個拉出來 這樣子 然後因為這些豪華農舍 基本上都賣給台北人 對不對 然後這樣不是做事 就是你看 其實宜蘭人不太喜歡 被說是 台北人的後花園 就是這樣子 可是就是 因為你這個豪華農舍 然後就台北人來買 對不對 感覺起來 最禁止不了 你就變成了一個 那個 那個 後花園那種感覺 所以說其實宜蘭民眾的感覺 其實 就是說你當時候的那個 弄得太難看了 所以說後來才會轉到 國民黨這邊來 而且林志廟本身他是 羅東正的政長 在他當宜蘭縣長之前 那羅東正又是整個宜蘭 算是人口最多 算是跟宜蘭市 因為宜蘭市是政 宜蘭市是政 一個是政治中心 一個是商業中心 對 那的確是有他的一個 基本盤上 兩任政長的任內 也沒有做錯什麼事情 對對對 其實基本上就是 也沒有特別聽他說 有什麼 有什麼樣的 做不好的部分這樣子 反正我比較常聽到 就是那個 那個豪華農舍的事情 常常被講 那這個就是 之前民進黨縣長 留下來的一些東西 好接下來就是 老師你來行的地方 花蓮縣 古拉斯跟徐真衛 那徐真衛 那徐真衛這裡 小立元老師是打兩個圈圈 我直接說 只要這對夫婦還在 花蓮絕對不可能翻盤 就沒有翻盤的可能 不可能 我直接跟你說 不可能 而且會贏很多 你要曉得喔 扎根 扎到已經是升到 傅崑崎跟 許真衛的他們夫婦 他們在花蓮所扎的根 可以說到鄉 到鄭 到鄭明代表 我可以說是語入均沾 了解 你就算是國民黨 你說傅崑崎等於國民黨 我可以說 可以說是也可以不是 他之前不是國民黨的時候 就已經一直連任了 至少你在花蓮這個地方 至少你在花蓮這個地方 傅崑崎可以 他們兩位可以不用靠國民黨的標誌 他可以光是靠他在花蓮的組織 他可以把花蓮抓得緊緊的 了解 甚至他是很敢給我們講的福利 很多老人家 尤其是原住民 我們副縣長 我們徐縣長 給的福利是很多 那甚至就有一個花蓮國 花蓮王 的稱號 這樣一個稱號 基本上就是 跟那個陳明武在嘉義縣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 那所以說 紮根紮到那個很底部 所以有人說其實 傅崑崎就是花蓮版的宋楚瑜 有人是這樣 也的確他的那個 師父就是宋楚瑜 是啊 要五毛 給一塊 這多好啊 那這個 怎麼會贏 你不投他好像也怪怪 這古拉斯他指 你現在的狀況還是那句話 他古拉斯在整個花蓮的票 會是誰在投的 相對於高知識分子在投的 我已經看破了你 我是年輕人 對年輕人 我已經看破了你們附加的這個絕招 那我呢 我讓你上 就是故意跟你唱反調這樣子 但是畢竟人數還是少 其實你在東華大學的大學的教授的圈子裡面 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其實對古拉斯會比較有這個善意 當然了解了解 但是你如果到了一些比較農村鄉下的地方 那沒有什麼好講的 那就是徐正偉 古拉斯也有點反而就是拍到花蓮去打知名度的 而且他是原住民 他就是他的一個 他就是唯一的優勢就是他是原住民的優勢 了解 好 那接下來是台東縣的這個民進黨的劉兆豪 跟國民黨的這個饒慶林 那老師 這個因為台東縣我真的就比較不熟了 老師你覺得目前的情況是怎樣 應該還是饒慶林會是 饒慶林應該是很穩上 對 饒慶林的基礎算相當的穩 那台東縣的劉卓豪跟賴昆成 這兩個人有一點餘量情節 但是劉卓豪的票數能拿多少 就要看賴昆成 對於他的幫助到底 就是到底要幫還是要扯換後腿這樣 因為劉卓豪已經選過好多次都沒有贏 他不論台東選了好多次 賴昆成都有意見就說 都是你一直選一直選一直選 然後都是輸 都是輸 對啊 你可不可以讓我選一次這樣子 可是就是說換他應該還是不太會贏 基本盤的問題 對 台東縣國民黨的基本盤 也是紮得還蠻深的這樣子 所以說饒慶林應該還是會贏 然後接下來澎湖縣這裡呢 就有一個三角形的 這個民進黨的陳光復跟 國民黨的賴豐瑋 那這個我就比較不熟了 跟他在這裡打一個三角形的一個記號 表示有翻盤的可能性 因為賴豐瑋他是國民黨的嘛 那先前國民黨有另外一組人想要出來選 是 但是後來似乎都擺平了 所以說這一群人他們又重新的有在歸對 那其實國民黨本來藍綠本來就是各佔 將近快一半 我說在澎湖縣是真的就是沒有非常的就是很確定 到底是藍還是綠這樣子 所以關鍵其實還是在中間選民 它不像是像我們嘉義縣啊 或者是老師您的那個花蓮縣 那個都已經是被扎根扎到底 那個根本就是沒辦法動了 但是澎湖的話就真的是五五波 那澎湖真的五五波的情況之下 那賴豐瑋有翻盤的一點可能性這樣子 那關鍵還是在於 因為在藍綠的基本盤差不多之下 其實關鍵就是在於中間 賴豐瑋我記得他是前縣長 你了解 之前是當過縣長 所以 這一次重批戰袍再上這樣子 能不能夠翻盤呢 那我們就來看澎湖縣的情況 再來呢就是金門縣 金門縣民進黨直接不提名 然後這個字厲害了 那這裡是楊振武 那個直接打兩個拳拳 其實金門呢 他主要靠的是 金門的選舉 根據我金門的朋友他跟我說的 他或者是 老師你去看歷屆金門選舉的紀錄 他們的中親牌大於政黨牌 對 就基本上就是靠關係啦 因為他們的那個中親的那個力量很強大 姓陳的姓楊的姓什麼的 然後就是基本上就是全部的 那你看你派的人是什麼樣的人 對 然後楊振武說實在的 在這幾年的這個金門縣長的任內 其實也是表現可圈可點 然後那個 尤其是我對他比較大的印象就是 在那個防疫上面 對 防疫做得非常好啦 所以說 讓大家呢 就是金門人就對他很信任 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在金門航空站 直接設快菜站 他跟中央那個時候中央還不想塞 但是金門直接設 那當然呢 你要來金門玩 你就快塞這個金來這樣子 你就擦鼻子 擦鼻子才能進來 因為那個時候金門幾乎是零感染嘛 雖然有一些蠻幹 但是大家覺得你負責任 因為你在保護金門人這樣子 再來第二件事就是金門本身的水 現在是直接從中國大陸直接遇過來的 這導致水費是整個下降的 那這個東西金門人當然對這個東西 當然是覺得非常好 再來最近 因為小三中被停的關係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金門人的經濟有受到影響 對金門縣長 這位縣長他其實一直努力的 在跟中央在談 要爭取 要趕快恢復小三中 對一個狀況 所以其實大家都是有看在眼裡 簡單來講就是有盡力在幫那個金門縣民 在爭取福利 然後爭取一些東西 然後保護金門縣民 反正就是民調很高啦 你看民進黨直接不提民就知道 這個有多強了 那接下來是連江縣 馬祖 他就是馬祖 連江縣就是馬祖 馬祖列島 那這邊呢 民進黨是提李問 然後國民黨是曹爾元跟王忠明 這是比較特別的事 我還特別去查了一下 國民黨怎麼提兩個 想不到國民黨在連江這邊是開放競選 就是已經強到這種程度了 就是說反正一定是我們的人 然後那我也不想要 我也不干涉了 反正你們兩個去選誰選贏 都是國民黨的這樣 這個很少遇到這種情況 全台灣只有這一個 目前只有連江縣有這種情況 對這一次 非常特別 那就是可能就是 老師 你覺得說曹爾元跟王忠明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你覺得是正常的嗎 還是沒有辦法 只能這樣子做 不是沒有辦法 是在馬祖 在馬祖 似乎都是這樣子 了解 似乎都是如此 了解 因為不論怎麼 因為即便馬祖無黨集權上 他還是清國民黨 對 因為按照馬祖的地理環境 他跟金門非常的類似 是 也是跟對岸走比較近啊 對不對 沒有辦法 真的比較近 對真的比較近 然後其實我說在小三通的那個 經濟交流也很多 然後 對大陸的印象也比較好 然後 等等的 所以他清藍的那個比例會比較大一點 那國民黨不管推誰來都可以上 那在這之下 國民黨直接開放競選 讓他們選了 所以說基本上也是很有把握 理論基本上機率就比較低一點 你是犧牲黨的性質 來不然就是來選擇知名度 對 不要說連金門線連提名都不提名 這厲害了 好 那非常感謝黃老師來到我們這個節目上 來 預測一下這個 1126 那這個1126真的是非常接近的 那 大家呢 對於這個 小綠老師或者是羅文老師 或者是 這個黃老師的這樣子 對各縣市的這樣子推論 大家有 有覺得有什麼意見 所以 因為我說實在我比較了解就是嘉義縣市 那老師就是新竹 台北跟花蓮 台北跟花蓮 這兩個地方 對 那我們的其他地方我們就是憑我們的印象這樣講 可是因為你也知道我們其實 長期在觀察台灣的政治 其實還是一定的準確 而且全台灣到處都在上課 到處都在跑 對 其實對 像高雄我們常去啊 屏東我也常去啊 對不對 所以說這些地方我們大概都知道大概是怎樣 那如果有在地人覺得說 欸 老師你講不太對喔 我去我的觀察是怎樣子 那其實誰誰誰 其實還是有翻盤的希望 等等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來告訴我們 很高興跟大家一起討論 那我呼籲一件事情 1126 請大家踴躍出門投票 對 不管如何 一定要出來投票 對 這是我們的權力 神聖的一票 這個 不要把這一票浪費掉了 即便是下雨 即便是下雨呢 即便是下雨呢 我還是建議大家呢 還是要多多出來 投給自己喜歡的同學人 對 不然他要是沒有上的話 可能你會後悔 對 然後柏拉圖 現在大家都在引柏拉圖一句話 不關心政治的結果 就是被糟糕的人統治 那你如果不想要讓你覺得 糟糕的人統治的話 那你就勇敢的出來 投下你認同的人的這一票 無論你這是誰 你要投藍的 投綠的 投白的 大家的那個自由 追票決定往後四年 你所處的縣市的一個福祉 對 然後呢 我們在這裡預告一下 126當天 老師呢 跟黃老師 還有李翔老師 我們會在那個 台中 來進行那個開票的直播 然後還有 之後的 就是因為 我們會直播整個晚上嘛 對不對 然後到時候會有選舉結果出來 然後我們要來預測一下 之後的後市發展 因為 今年的縣市長選舉 絕對會影響到 2024的中國大學 而且老師你自己看 走勢會怎樣 走勢會怎樣 2022的1月 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羅文好公民頻道 已經開啟加入會員功能 只要加入會員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 會員專屬影片 那如何加入呢 只要點擊影片下方 訂閱按鈕旁邊的 加入會員功能 就會看到許多的專屬會員的功能 介紹喔 製作影片非常不容易 需要大家多多支持 謝謝大家